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产无赋要灾 自暴 死无全尸 138话在无产准备向自己下手前 邪气旅陪同赴死将敌无产的一心 以炸弹引爆宅邸重创无产 最终决战一触即发 他的死点燃了所有住心中的威火 享年23岁 猎狱新兽狼 炎柱 全尸 66话无限列车篇奋勇杀鬼 守护了车上数百人的性命 伤重之余被后来迎上的一握座再度攻击 最终体力不支 生命的最后一刻 看见妈妈的幽灵获得她的肯定 含笑而是 小年20岁 蝴蝶忍 重铸 被个吸收 战死 143话与同膜的决斗中不敌对手 牺牲己身摄入700倍的藤花毒素 在被同膜吸收进体内 毒素成功血弱同膜 帮助后来赶上的香奈夫和一只助岸人 斩下同膜的手机 为家人报仇血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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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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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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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披成两半灰飞烟灭 赞死 179化于黑死谋的决斗牺牲 由于黑死谋已经死亡 先前获得黑死谋的能力 便也随之 丧失了恢复能力 灰飞烟灭前 与各个十民解开心结 蜜花落香奈夫 瞎眼中伤存活 162化与同膜的对决中 使花之呼吸 中之形斩杀同膜 代价便是失明 最后出现在191化 至今尚不知蓄晓 我欺善意 重伤存活 200化 战斗结束 还有力气欺骗自己 迷斗子是妻子 嘴平一支柱 重伤存活 200化 战斗结束 一支柱依旧精神满满的咬人 灶门探着狼 断手 半边连毁容 战死 184化与无散的对决中 脸部被毁 199化 阻力被断 200化 脉搏心脏 停跳 藏能迷斗子 恢复人生 毫放无损 存活 200化抵达战场 谢谢收看 喜欢胖夫的 记得点下关注 爱你们